高一祥原本要赶回台参加好兄弟毛家安婚礼 却不幸在他们结婚前两天猝死 要当伴郎的他将永远缺席 让大家非常心痛 毛家安也不断在网上和高一祥对话 拍伴郎伴娘合照时也特地为他留一个位置 婚礼上播高一祥的回顾影片 更是惹哭所有宾客 而高一祥的每个笑容都成为婚礼上的泪点 婚礼结束后有网友把照片加上了他 更是让大家止不住眼泪 黑人转发写笑 网友做了这张图让我们又哭了 Take高一祥 我们知道你昨天也在 洋葱满满 网友甚至哭喊 希望这一切不是真的 好希望高一祥能回来